大家好,欢迎来到巨鞋宰宰频道 今天鞋宰要来说一个普通女子的路西腹部被人动了手脚后 大脑突然开窍,拥有了操体,成了超能杀技的故事 320万年前,一个名叫路西的南方古猿阿法宗正在合中苍蝇 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自力行走的人类,是人类最早的祖先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缘逐渐演化成了有思想的原始人 然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再进化成了现今的文明人类 路西一个居住于台北市的美国女子 这天被不靠谱的男友,强行把一个体箱靠在了她的手腕上 要她替自己把箱子送到黑帮老大张先生手中 当路西战战兢兢的走进酒店大厅时,一转眼就目睹了男友被杀害 随即被几个壮汉强行带到了贵宾室 张先生这时从另一个房走路出来 害怕的路西拜托张先生入已失了箱子钥匙 请别剁掉自己的手,砍掉链子就好 说完后,张先生递给了她箱子的密码 要她尽快把箱子打开 只见打开后的箱子里面装了四个看起来很饿 装满蓝色粉末的锁脚带 张先生给了路西一个任务后 便被她身后的手下一拳打晕 醒来后的她发现自己的腹部被开了一刀 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又被带到了另一间房间 房间里有着三个和她相同遭遇的男人 为她操大的医师这时对她说 只是把刚才那有点饿的蓝色粉末放到她肚子里 顾名思义就是想利用她的身体当成容器来运送蓝色粉末 医师驻四人一路顺风后 便各自为他们戴上头套关押了起来 负责看守路西的其中一名男子 看路西有几分自色 就立马伸出魔爪想对她不敬 却被她用力甩开手弄伤了食指 愤怒的她给了路西一拳后 狠狠地踹了她腹部 被剃破的粉末流入了她的血液 瞬间在路西体内发挥了作用 她整个人从地上漂浮到墙上 再到天花板上卷覆着生者不停地抽搐者 最后回落到地面 此时的她脑里一种常人的10% 提升到了2% 只见她冷静失去半岛的椅子 然后端正地坐了起来 又是一位想对路西图谋不轨的男子走了进来 她凭着利落伸手 绚伦继疯从男子腰间取下皮台后 瞬间就把男子放在桌上的手枪弄到手 然后逃了出去 她轻轻松松就干翻了一伙人 然后大口地吃下桌上剩下的食物 接着她来到医院闯进了手术室 把一无药可救的病患推下了手术台 命令医生把她体内剩下半包的蓝色粉末拿出来 而此时的她能通过血管流动的血液 感受到大脑最深沉的疾忆 清楚记得自己婴儿时期吸血母亲奶水的味道 接着医生从路西体内取出了剩余的蓝色粉末 她从医生口中得知 原来蓝色粉末是怀孕妇女在第六周就会制造出的物质 给予配胎必要的强大能量 来生长身体所有骨骼 却被步伐之初拿去贩卖虫中大捞一笔 而路西摄入了如此大量的粉末后 还能活着有点不可思议 可她清楚知道自己已活不久 她需要更多的粉末 于是她回到了酒店 一刀刺进了张先生手背上 然后用双手拇指控制身体电流 强行读取了张先生的记忆 从她脑海中找到持有粉末的另外三人的位置 最后她回到了和朋友合租的房子 利用北电迅速地赌完诺曼教授对人脑做的所有研究 然后打电话告诉她 自己细胞正在飞速增长 听觉变得异惨灵敏 眼睛也能看到告示牌上的自虚虚如神 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 还可以控制最常见的电磁波 像是电视电话电脑电灯广播 自己感觉不到疼痛恐惧欲望 似乎正一点一滴上市着人心 当自己欲不像人类 就欲能够领悟宇宙万物的知识 通过细胞核的无限潜能 预测自己将活不久 诺曼告诉路西 生命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一生所学的东西传递下去 让知识在时间走上不断的推进 路西听到这句话后 便决定到巴黎找诺曼面谈 此时法国警探戴尔 收到路西从台湾打来的长途电话 本以为是个恶作剧 路西却似乎能看见他周围的一切 不敢怠慢的戴尔 立马根据路西给出的线索记录被按 接着路西利用脑电波 把三个疑犯的照片传到了电脑里 就这样各国警方在疑犯抵达机场时 顺利将他们逮捕 而路西弹挠医院的时候很快遭到警方通缉 为了掩人耳目 他轻松地更换造型 而飞往巴黎的机票离开了台湾 前往巴黎途中 路西弹挠医院 创伸到10% 这让确小能量供给的他牙齿开始脱落 细胞开始瓦解 脸部肌肉严重下垮 为了维持原形 他立马吞噬从他肚里拿出来的剩下粉末 可这却让他加快分解速度 中间灰飞烟灭 而他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恢复了人形 此时的他弹挠医院到达了5% 他轻轻松松一个挥手 就把一大半要将他逮捕的警探弄倒 随后他发现自己的双眼 以伸直到可看到残忍无法看到的电磁波 他利用手机输送的电磁传播光束 轻松地窃听到了张先生与手下的对话 在知道张先生将前往医院抢回粉末时 他立马不顾一切 在马路上逆向行驶 另一步距横冲直撞的开往医院 途中还随意操控电动主车装置 让一路最赶他的警车直接翻车 别他先到达医院的张先生手下 干掉了压解犯人的警探 并开始从人体中取出粉末 而就在这时处外觅食的警探 拿着新鲜处人的培根突然闯进 引发了混战 正当无辜的民众失散逃窜时 如洗出现在医院的走廊中 此时的他 大脑利用率已达到了6% 能随意控制所有物体 还能像巫女般创造出让人类看不见的空间 轻轻松松就从张先生手下的手中拿走粉末 来到大学建戴了诺曼和他的团队 而这时张先生带着谨慎的手下杀到了大学 感应到张先生到来的他 吩咐戴尔好好守着这个房间 他则开始解释 自己是如何取得这些庞大资讯的 每个细胞都通过电脉冲互相沟通 每秒可以交换1000未远的资讯 当细胞聚在一起 便会形成巨大的沟通网络 露西就是一尺感知万物的 而且一旦你能与细胞沟通 你能随意操控它们 变成你想要的形态 接着他解释 世界不是靠数学法则所主宰 全世界的人类从小都被灌输 1加1一定是等于2 而这只是我们自己创造出的度量痕 加一简化方便人类理解而已 假设一辆车在马路上奔直 把速度无限提高 这时就会消失 本能证明车子存在的只有时间 没有时间人类就不存在 时间才是最终的根本 为了进入细胞核心 获得终极的指示 露西吸收了所有的蓝色粉末 粉末在他体内迅速串流 不一会距离碰出一道强大的光束 身体开始溶解 衍生黑色物质 他迅速从电脑所寻 需要的能量和物质 然后带着诺曼和他的团队 来到了他所创造的空间 此时的他靠着8%的脑力 创造了一个超级庞大的新世纪电脑 让诺曼团队叹为观止 随着露西脑力不断的提升 他也有了掌控时间的能力 由此自有创造于人类发展的漫漫长河 一切都在他滑动双手后消失于远前 回到过去的露西感受着时间流失 带给他的美妙体验 最终回到了320万年前的河边 看到了正在倡议的人类最早祖先露西 他碰触约人指尖后 通出了地球 见证了地球的诞生 接着他又看到了宇宙形成的奇异景象 然后他再从宇宙重动的一端 超越光速回到了地球 此时在外与警方交锋丸的张先生 持着将来到了露西身后 可他此时的大脑力用率已达到了100% 体内的五素细胞瞬间形成了单核细胞 脱离了人形 变成了人类用肉眼看不见的穿索物 无所不在 而张先生最终也被戴尔警方收回墙下 最终超级电脑突出了一个U盘 交给了诺曼后便化成了灰金 而这里有着人类想要了解的终极指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喜欢斜仔的视频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